吴林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中秋廉价在21号进入了尾声 台九线上北返的车流也从20号午后陆续的涌现 那么为了要降低交通堵塞的情况 新城的景分局也在辖区重要道路台九 台八 台十四甲线等路段 以及著名的景点周边持续加强交通的疏导工作 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台九线的北返车流从20号午后陆续涌现 警方则在各路段加强疏导 到了晚间拥塞的情况更是严重 整条台九线看起来就像大型停车场 一直到了晚间十点之后才陆续得到缓解 中秋连续假期在21号进入尾声 不少出游民众都选在提前一天北返回到工作岗位 在21号车流已经明显减少许多交通是相当顺畅 那目前表达车里有些人是有车的 但是交通非常顺畅 那下午也不排除有车辆的增多 那本手警力将持续在各个路段处 实施交管随时监控随时通报我们情务中心 一有增多的车辆随时通报交通中心 是否将第一路口数 封锁改为第二路口数将实施 为了降低交通堵塞的情况 新城警分局也持续在辖区重要道路 台9、台8线、台14甲线等路段 及著名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工作 来确保用路安全 而警方也呼吁用路人 请小心慢行遵守交通安全 给假期一个快乐结尾 记者徐立芹新城相报导